越黑风高 真是个抄家的好司机 上次在地堡里买雷 结果炸死两个高富帅 而且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俩包里居然有大螺丝刀和高级开锁工具 这一下子就让我有了抄家的资本 已经爬了半个小时了 完全没有一点动静 估计这家人根本没在线 先爬过去看一下 上次买的地雷炸了没 地雷没炸 那就说明这家人一直没上过线 开稿 无霸大螺丝刀 160次开锁机会 只要不准三个金锁 开个大门应该问题不大 牛皮 二十来次就打开了 但是 后面还有个锁 现在 我只希望 它不是个金锁 摆脱了 小小铁锁 鸟该 里面有脚步 他奶奶的要气死个人啊 刚开完门就来人了 赶紧撤退 找个地方 先观察一下 希望他没有发现门被撬过 OK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 钥匙没有热成像 根本发现不了我 反正门口埋了地雷 只要他一出来 本数还是个死 来了来了 门开了 一看就是个愣头青 完全不知道 社会险恶 再见 我操 这没踩到地雷吗 算了 没踩到也好 估计他是出去搞无知了 我再稍微蹲一会儿会儿 要是没啥动机 咱就继续吵架 又蹲了半个小时 就当我准备继续吵架 他奶奶的门又开了 不过 这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快走快走 门口有地雷 直接跳过去 我操 这家伙还有火箭筒啊 不过咱先不着急舔包 门口再给他整个地雷 本来我都计划捡点东西跑路了 但是当我开包的一瞬间 整个人都带住 工具这么齐全 他不会也要去吵架吧 唉 我现在给个C4我也用不了 主要是有低温症 现在这个血条已经掉到34% 我怕一会儿炸完我就嗝屁了 这就有点不划算 准备出去来个捏头自杀 但是我刚走没几步 愿天堂没有地雷 这个家的设计里面都是门 还全部上了锁 还是金锁 只能上C4开构 家里面有五个大衣柜 二楼还有枪架 但是现在的我完全不知道该干嘛 隔着瞎跳 因为心里慌得一片 想起来了 猜错 先拿IK扫一下试试 完全没反应 那就只能上火箭弹 一发火箭弹 就炸掉一个 不行了 顶不住了 这低温症给我整的血条 就剩这么点 放上几个地雷 先撤退一下 再次复活 刚进门我就发现惊悚的一幕 我操 干啥呢 不知道这家伙又在哪死了一回 应该是还没凉痛 回光犯照 不管它 直接开柜子 金锁 完全开不了 但是我在里面的房间 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领地铁 直接砸 然后再装一个我自己的 纠战缺槽 完美 现在我就可以慢慢开走了